亲爱的朋友,你好! 这里是华人正念经压中心,我是胡君梅 我们现在要来做躺式正念瑜伽的练习 要邀请你帮自己准备一个瑜伽垫 厚度呢,请不要低于0.6公分 这样子比较能够充分的保护自己的脊椎 那同时呢,也邀请你不要躺在床上 因为床上尤其是如果有软垫的话 那受力可能会不均匀 对自己的身体反而不好 小小的提醒 这躺式正念瑜伽的练习 或者历式正念瑜伽的练习 重点都是在动态身体的觉察 而不再要做到完美 觉察每个动作所带来的感觉 每个动作给身体带来的变化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会发现到这身体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变化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练习 同时呢,也要提醒咯 做这样子练习 很重要的是不需要比较 在这练习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 反而是领受当下每一个动作 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与变化 不论是舒服的或者是不舒服的 然而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 觉察 不舒服的感觉是在安全范围内 还是它可能已经对自己有点要走到极限了 我们是适度的扩展舒适圈 让自己身体有那么一点点的挑战 在挑战中慢慢的进步 同时领受身体的变化 所以在这练习的过程中 请记得要实时关照当下身体真实的状态 不过度紧张 也不过度强迫身体 如果有一些想法生起 有一些情绪或感受起来 那么也要观察一下 那么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让自己躺在瑜伽垫上咯 在这过程中 也许你会听到我的声音会比较急一点 或者有些喘息的声音 这是都很正常的 因为我是同步的在跟您一起练习的咯 好 那我要躺下来咯 躺下来之后呢 领受一下此时身体的感觉 有戴眼镜的伙伴让眼镜拿下来 眼镜轻轻地闭上 温柔的领受 躺在这里的这身体 整个舒畅 把身体的重量交给瑜伽垫地板 承接着 领受这整个身体 被这周围的环境保护着 也被衣服保护着 观察一下躺着的身体 会不会有哪些地方紧绷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躺下来就放松了 实际 未必是如此哦 来觉察一下肩膀 肩膀有没有不知不觉的 有一点点往上耸 如果会的话 肩膀那个地方可能会觉得紧紧的 那么我们就让肩膀往下一点点 也就是往脚的方向一点点 稍微移动一下下 也领受两条腿会不会紧绷 如果发觉到会紧绷的话呢 就可以让腿稍微打开一点点 那么可以领受到两条腿的肌肉 皮肤都是放松的 上半身 双手臂 脖子头 也都放松地交给这垫子与地板 领受身体里的呼吸 清楚地感觉到气息进来 驱赶骨胀 尤其是在腹腔的地方会更为显著 气息离开 驱赶松沉 一口气息 接着一口气息 温柔地让心安住在身体里 慢慢地我们让双手举起来 指尖朝向天花板 领受此时肩膀 手臂到手掌的感觉 我们可以让双手再往两侧打开一点点 此时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肩膀更沉入瑜伽垫内 双手再往中间集中一点点 就可以感觉到肩膀跟瑜伽垫比较有点距离 双手再打开一点点 双手再打开一点点 肩膀就会下沉 可以领受到这么一些微幅的变化 其实就会牵动着肩膀的感受 对吧 手慢慢地往头顶方向的地板降落 直到双手的手臂将落到地板上呢 可以领受到这整个身体大幅伸展开来 肌肉皮肤延伸的感觉 双腿病楼 让手跟脚往相反的方向 伸直拉长 持续地伸直拉长 脚丫子的脚趾尖可以往下压 不要憋气哦 这时候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身体的肌肉皮肤会比较紧绷一些 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一起把身体松下来 一、二、三 整个松下来的感觉 很舒服对吧 观察身体的呼吸状况 我们再做一次咯 让手跟脚往相反的方向伸直拉长 持续地延伸 隔着窝的地方会特别地感觉到 拉开的感觉 肚皮的地方也会比较紧 对吧 脚丫子往下压 小腿的地方 也会比较紧 脚丫子的脚面 也相对比较紧 数到三 我们一起把身体松掉咯 一、二、三 可以领受一下此时整个身体松掉的感受 慢慢地让双手往上 持续地往上 让指尖朝向天花板 再慢慢地让双手放下来 缓缓降落看看可不可以领受到 在每一个角度的时候所带来身体的感受 当双手降落地板之后 领受整个身体再度放松下沉的感觉 自然地呼吸 双手往左右两边打开 乘以直线 这时候会感觉到胸膛开阔 观察肩膀有没有不知不觉地怂起来 如果发觉到手臂打开肩膀就怂起来的话 那么让肩膀稍微往脚丫子的方向移动一下下 双腿膝盖弯曲脚丫子贴地 这时候会感觉到后腰比较贴近瑜伽垫 臀部慢慢地抬起来一点点 往左边移一点点再放下来 双腿往右边倒下 持续倒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左边的肩膀不要离开瑜伽垫 头转向左边 视线看向左手的指尖 在这个姿势里头休息一下下 你清楚地领受到 整个身体大幅扭转的感觉 觉察身体的左侧 一整地舒展开来 身体的右侧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了 对吧 头慢慢地回正 可以领受到后脑勺 头发和 瑜伽垫瑜伽垫摩擦的感受与声音 双腿 腿缓缓地回正 臀部抬起来 往中间 再往右边移 放下 双腿 倒向左侧 倒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整个躯干的右侧 大幅地延伸 头 转向右侧 视线看向右手的指尖 领受在这姿势底下 身体大幅伸展 尤其是右半边 观察有没有在憋气咯 不论在任何状态底下 都是不需要憋气的 头慢慢地回正 双腿慢慢地回正 臀部抬起来 往中间移 放下来 领受此时身体的感觉 会感觉到后腰跟瑜伽垫 有一点点的空隙 对吧 那空隙不大 但是可以领受得到 试着让肚子往下压 让那后腰的空隙被填满 会感觉到腹部的肌肉紧绷 观察一下肩膀手臂 会不会跟着紧了起来 如果会的话 这是不需要的哦 腹部的肌肉放松 会感觉到后腰和瑜伽垫的空隙 又再多出来一点点 肚子再往下压 领受后腰空隙填满 腹部用力 大腿不需要用力 肩膀手臂基本上也不太需要用力 腹部松掉 后腰空隙再度浮现 两腿往前伸直 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你清楚地感受到 在这个姿势底下所带来的感觉 在刚刚做了一些伸展后 身体的感觉如何呢 我们让双腿并龙 膝盖弯曲 脚压子离地 双手抱住 小腿的外侧 食指互扣 十根指头互扣着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只要十根指头互扣 基本上手臂完全不用用力 就可以很轻松地 抱住双腿 小腿的外侧 让身体左右摇摆 很清楚地感觉到 脊椎 以及脊椎的两侧肌肉 皮肤被按压的感受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 来按摩自己 好 我们慢慢地停下来 如果身体OK的话 可以前后摇摆 这时候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脊椎 被按压的感受 好 慢慢地停下来 然后头放到瑜伽垫上 感受一下此时的身体 注意力放在手指头 让手指头 一根一根地打开 好像花瓣在开花一样 好 清楚地领受到 每根手指头 打开之后 让双手降落到身体的两侧 双腿往前伸直 慢慢放下来 啊 绝查一下此时 整个身体 再松诚地交给瑜伽垫后的感觉 自然地呼吸 不要别气哦 慢慢地我们让 左脚膝盖弯曲 脚压子贴地 右脚缓缓地抬起来 指尖朝向天花板 领受在这个姿势底下 身体的感觉 观察看看 左脚会不会用力地往下踩 好让右腿抬得更高 如果发觉到会有这个现象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们试着让左腿不需要用力 然而右腿需要强而有力地支撑着 也观察一下肩膀 手臂会不会惯性的紧绷 这个部位的紧绷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在这躺式正念瑜伽的练习过程中 我们持续地在练习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需要用力的地方 就别用力了 转转右脚的脚踝 很清楚地感受到脚踝 在每一个角度 带出来的感觉 在这旋转过程中 不会有一模一样的感觉 脚踝 脚踝停下来 在反方向的旋转 日常生活中 我们跟脚踝很陌生 温柔的领受 在这旋转过程中 脚踝的感觉 好 我们慢慢地停下来 让右腿缓缓地降落 慢慢来 不急 很清楚地领受到 在每个角度 感觉都不一样 然后直到降落到地板的时候 哇 那舒爽的感觉 也要清楚地领受到哦 左腿往前伸直 试察一下 那此时左脚跟右脚的感觉 很不一样 对吧 右脚会有点酸酸的 左腿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领受到身体 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变化着 右脚膝盖弯曲 脚丫子 贴地 左脚慢慢地往上抬 指尖朝向天花板 观察一下 有腿会不会又往下踩了嘞 如果有的话 这是很容易的身体惯性 试着 其实不需要踩它 我们不用让左腿抬得更高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就好 旋转左脚的脚踝 领受脚踝在旋转过程中 所带出来的感觉 也许还会听得到 啪啪啪啪的声音 那也可能没有 脚踝停下来 在反方向的旋转 你清楚地感觉到脚踝 脚丫子 甚至于脚趾尖 脚跟 其实也可以领受到 在这过程中 小腿被牵动 膝盖被牵动 甚至于大腿被牵动的感觉 对吧 脚踝慢慢地停下来 感受一下 让左腿慢慢地往下 慢慢地降落到地板上 然后领受此时 整个身体放松下沉 右脚往前伸直 再度地感受一下 左腿跟右腿的状态 很不一样对吧 这下子变成左腿 有点酸酸的 而右腿就没有 这样的感受了 所以可以真正地领受到 身体时时刻刻 都在产生变化着 慢慢地让双手举起来 指尖朝向天花板 手往头的方向降落 降落到地板上 好清楚地感觉到 身体又再度地开阔 胸膀 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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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的感觉 肚皮的肌肉皮肤 拉得比较紧 手臂是放松下沉的哦 不需要用力 也不需要一定要伸得夺直 双腿并龙 膝盖弯曲 脚丫子贴地 这一次 试着让脚丫子 的脚跟 贴近臀部 靠近臀部 看看可不可以碰到 这时候会很清楚地感觉到 脚丫子 紧紧地贴在瑜伽垫上 也可以很清楚地领受到 整个后背服贴在瑜伽垫上 尤其是后腰的地方 那空隙整个被填满了 注意力放在脊椎上面 让脊椎从尾椎开始 由下而上 一节一节 慢慢地往上抬 离开瑜伽垫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然后很清楚地感觉到 这整条脊椎 除了 可能除了颈椎之外 大部分都跟瑜伽垫 有些距离 临受在这个姿势底下 身体的感觉 大腿的肌肉紧绷 小腿脚牙子稳稳地踩着 膝盖伸展到最大 上半身 上半身整个是放松的 尤其是肩膀 手背跟手掌 是完全不需要用力的 慢慢地让脊椎 脊椎由上而下一节一节的贴回瑜伽垫 慢慢来不及 让自己有机会真正的领受到脊椎贴到瑜伽垫的感觉 最后是尾椎 领受整条脊椎都被瑜伽垫给承接着 保护着 觉察当下的身体 大腿的紧绷不见了 对吧 领受身体里的呼吸 慢慢地我们再试着做一次 让尾椎开始往上朝着天花板的方向 由下而上让脊椎一节一节地离开瑜伽垫 直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请记得在这过程中照顾好身体是自己的责任哦 带着觉察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 落实照顾自己 当整条脊椎 大部分都离开瑜伽垫 往上延伸 此时身体的感受是什么呢 肩膀 手臂 头 脖子松沉 上半身需要有力 尤其是腹部也需要有力往上提 大腿肌肉紧绷 膝盖弯曲撑着 小腿脚丫子 负责很有力地踩在这垫子上 协助支撑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下半身的有力而上半身 尤其是肩膀以上的部分是松沉的 让脊椎由上而下慢慢一节一节地贴回瑜伽垫 享受着服贴的舒畅 临受此时身体的感觉 双腿往前伸直 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舒畅 尤其是在下半身的部分 双手慢慢地抬起来 指尖朝向天花板 清除的领受手在移动过程中所带出来的感觉 双手慢慢地往下 缓缓地往下沉 观察一下肩膀手臂会不会酸脏 降落到地板的时候那舒爽的感觉 缓缓地往下沉的感觉 缓缓地往下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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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身体的左半边跟右半边 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左半边的身体挤缩在一起 后背的地方也会更沉入瑜伽垫 而右半边的身体呢 是松成的完全不需要用力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动作底下 如果我们的手指头是食指护扣的话 都是不需要用力的 连手臂都不太需要 因为食指一护扣 手臂它就会有机会放松下沉 那么接下来肚子要用力咯 解有腹部的力量让上半身 离开瑜伽垫靠近左脚的膝盖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就好咯 头有没有靠到 膝盖都没有关系 就只是往膝盖的方向靠近 然而很重要的是腹部用力 而不是全靠脖子的力量 这时候整个身体基本上是紧绷的 除了右腿之外 头慢慢地往下放 降落到地板的时候 感觉到舒畅 手指头像花瓣一样 一个一个的打开 降落到身体的两侧 伸直 左脚往前伸直 缓缓降落 嗯 领受一下此时身体的感觉 可以发觉到这身体的左半边跟右半边 感受不太一样对吧 尤其是在腿的地方 也许感受更明显一点 双腿再度变楼 右脚膝盖弯曲脚压子离地 双手环抱右脚小腿的外侧 最简单的方式 食指护扣 清楚地领受身体的右半边挤缩在一起 背部的右侧会更沉入垫子里 而身体的左侧是整个都松掉的 观察一下肩膀手臂会不会紧绷 左腿会不会紧绷 腹部用力 头离开瑜伽垫靠近 右脚的膝盖 自然的呼吸 不要别气哦 在这姿势小小停留一下下 头 慢慢地降落 当头降落到地板的时候 会很清楚地有舒畅的感觉 双手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打开 双手滑落到身体的两侧 右脚往前伸直 缓缓降落 领受此时身体的感觉 尤其是身体的右半边跟左半边会很不一样 你觉察身体里的呼吸 慢慢地 我们现在让身体往右侧躺 让手臂 胳膊的地方 右手的手臂拿来当枕头 左手放在身体前方的地板上 让右手的手肘弯曲 手掌朝向天花板 头慢慢地离开胳膊的地方 放到手掌心里面 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身体的右侧大幅延伸 而且还被整个身体的重量按压的感受 慢慢地让左腿抬起来 而且还能够感受到身体重量按压的感受 整个身体打直 也观察一下肩膀会不会紧绷 肩膀 尤其是左侧的肩膀 尤其是左侧的肩膀也是不需要用力的 左脚慢慢地放下来 可以领受到右脚的肩膀 让身体平躺 移动身体 再往左边侧躺 肩膀的地方拿来当枕头 两条腿打直身体成一直线 右手放在身体前方的地板上 左手弯曲 手掌心朝向天花板 头离开胳膊 放到手掌心底下 领受此时身体的感觉 右腿抬起来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可能会感觉到酸 或者是胀 不论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好 温柔地领受 但右手不需要紧绷 左腿不需要紧绷 我们试着让不需要紧绷的地方 都能够松掉 右脚慢慢地放下来 降落到左脚上 可以很清楚地领受此时 整个身体的感觉 慢慢地让身体趴下来 脸颊贴地 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掌心朝上 领受在这个姿势底下的感觉 我们日常生活 尤其是成人之后 可能很少趴着了 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趴着 所带来的松沉感 你可以领受趴着的呼吸 可以很有意思地感觉到 躯干起伏的明显 头回正 下巴贴地 慢慢地试着让 下巴离开瑜伽垫 肩膀脖子头往上抬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缓缓地降落 另外一边的脸颊贴地 双腿直直地往上 离开瑜伽垫 膝盖标弯曲哦 领受在这个姿势底下 身体的感觉与变化 双腿慢慢地放下来 很松沉对吧 尤其是在那放下来的瞬间 脸回正 下巴贴地 双手来到身体的两侧 手掌心贴在瑜伽垫上 慢慢地让身体撑起来 上半身离开瑜伽垫 大腿离开瑜伽垫 膝盖留在瑜伽垫上 此时呢会发觉到 就是手掌膝盖 脚牙子的脚面在瑜伽垫上 膝盖往前一步 让大腿跟躯干成90度 大腿跟小腿成90度 手往内缩一些 让手掌心 直接就在肩膀的下方 也就是手臂跟躯干成90度 领受在这个姿势底下 身体的感觉 整个身体的重心是交给这四个点 不要太前 也不要太后 慢慢地让背拱起来 持续地往上拱 头下沉 屁股内缩 自然地呼吸 不要憋气 很清楚地感觉到 这整个脊椎大幅往上延伸 慢慢地让背往下沉 会很清楚地感觉到 从腰椎开始 脊椎慢慢一节一节地往下 头抬起来 看向前上方 屁股会翘起来 整个身体从侧面看 会有一个大凹槽 慢慢地再让背拱起来 很清楚地感觉到脊椎的变化 臀 内缩 头 下沉 背慢慢地往下沉 头抬起来 臀部往上翘 背慢慢地回正 再度观察一下 重心是不是均匀地在这四个点上 慢慢地我们让重心来到左手 与左边的膝盖 右脚膝盖离地 往后伸直 抬高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 此时重心会在这三个点上 重心慢慢地往右手移动 左手离开瑜伽点 往前伸直 抬高 跟眼睛的位置 差不多 视线就看向左手的指尖 头不要往下沉 在这姿势里头 觉察身体的感受 会有点摇晃 是很正常的 左手回来 贴地 右脚回来 膝盖贴地 身体再来到四足跪姿 重心均匀地放在这四个点上 重心向右移 左脚膝盖离地 往后伸直 抬高 重心往左移 右手离开瑜伽点 往前 往上 伸直 视线看向右手的指尖 零首在这个姿势底下 带出来的身体感受 右手 右手回来 手掌贴地 左脚回来 膝盖贴地 身体慢慢地往前 躺下 平躺 零首在做了 刚刚好多动作后 现在身体的感觉与变化 呼吸有没有比较急处勒 也许有 也许没有 都好 或者可能会流汗 对 另一手当下身体的感觉 慢慢地让两条腿的膝盖弯曲 脚牙子贴地 右脚往前伸直 再往上抬起 指尖朝向天花板 双手 环抱 右脚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你可以环抱在大腿 膝盖 小腿都可以 好 慢慢地 就有腹部的力量 让让让上半身带离开瘤家店 右脚可以弯曲 膝盖弯曲没有关系 让头可以的话靠近 右脚的膝盖 到当下 到当下身体可以的程度就好 不用太勉强 但是很重要的是自然的呼吸 慢慢地让头放下来 双手打开 双手打开 放到身体的两侧 右脚往前伸直 放下 左腿伸直 放下 另一受当下身体的感觉 双腿膝盖弯曲 脚牙子贴地 左腿往前伸直 往上抬起 双手环抱 左脚外侧 任何一个地方 左脚膝盖微弯 然后让肚子用力 头 离开瘤家店 靠近左脚的膝盖 自然地呼吸 不要憋气 领受在这个姿势底下 所带出来身体的感受与变化 头慢慢地放下来 领受降落地板后的舒畅 双手松开 降落到身体两侧 左脚缓缓地降落 右腿也伸直 整个身体舒服地躺在这里 领受在做完了躺 是正念瑜伽后 身体的感受 接下来的短时间 没有任何的指导与温柔的 与当下的自己同在 每个当下 都没有任何的指导与温柔的 在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指导与温柔的 我们在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指导与温柔的 也许发觉到身体的温度渐渐在产生变化 或者刚刚伸展过后的身体渐渐在产生变化 温柔地让身体动一动 这一段的躺式正念语家的练习就到这里了 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速度慢慢地起身 然而起身的过程中请记得务必先侧躺 侧躺之后再坐起来 不要直接直直地就坐起来 希望这段的练习对你的身心都有所滋养 谢谢你的练习 谢谢自己 谢谢您的练习